二手市道持续暢旺,白居易,细楼价旗置公屋亦不乏买家进住,再楼价破顶后年代,唯独是个别贵价洋房豪宅跟不上升市列车,今年有北区大型洋房项目旅买旅食,特别是上水天联年内接年陆德涉让个案, 这个已涉让文明的洋房屋苑,最近一星期内更两道陆德选手成交,代理研究指,价值2000万元以上的二手豪宅价量分别按月下跌0.4%及4%。 上水洋房屋苑天联再新增一宗涉让个案,天联一栋洋房以6000万元沽出,较11年前扣入价,账面竞涉1088万元或15%。 市场消息,屋苑对上一宗成交为本月初,流心大道单号屋涉于1000万,以6000万元成交。 中原地产市务经理谭永康表示,上述成交为天联流心大道单号屋,实用面积2774平方尺,彩4房间隔,开价约6500万元,以价后以6000万元沽出,尺价21629元。 代理指,新买家为用家,认为屋苑环境舒适,价钱合理,扣入作自用。 据了解,原业主于2010年以7088万元扣入上指,辞货11年,试次沽货帐面涉让约1088万元离场。 贬值15%。天联来恩河大道单号屋以3850万元逆手。 原业主持货11年,账面涉让约1088万元离场。 另外,上述成交为天联来恩河大道单号屋,实用面积2017平方尺,连1120平方尺花园及天台。 该洋房新近以3850万元逆手,折合尺价19088元。 美联物业雷慧德表示,原业主早前叫价4000万元放盘,至新近获区内用家欠扣。 以价后减价150万元以3850万元成交。 据知,原业主于2011年2月以3937.6万元扣入上述洋房。 试次转售账面亏损87.6万元。 物业10年内贬值约2.27%。 天联20宗买卖传书资料显示,连同上述最新成交,天联今年暂陆得20宗二手买卖。 其中19宗账面均需要蝕让。 占比高达95%。 每宗个案账面涉幅介乎3%至35%。 唯一一间全新移退的成交来自莫里芝大道商号屋。 业主在8月以3510万元成功转售。 较2010年扣入价3507万元未赚3万元。 扣除其他开支,仍然是名赚实识。 天联今年暂陆得20宗二手买卖。 其中19宗账面均需要蝕让。 占比高达95%。 较早前,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籍董事黄良星指出。 今年首7个月。 价值2000万元以上的豪宅,包括一手及二手,买卖合约登记录得2857宗。 涉及1252.76亿元。 已经超越去年总和。 数据反映低息及量宽政策持续。 刺激资金流入豪宅市场。 期内一手豪宅61365宗及591.44亿元。 较去年分别上升46.1%及15.3。 该行统计。 7月买卖登记中数最多的豪宅屋苑为大为柏奥装衫。 6113宗。 总值28.86亿元。 其次是启德上进行。 625宗。 以及启德为港1号67宗。 至于首7个月二手豪宅61492宗及661.32亿元。 则去年全年的1471宗及690.47亿元。 分别上升1.4%及下跌4.2%。 按月方面。 7月份价值2000万元以上的一手豪宅买卖合约登记录得277宗。 总值96.54亿元。 较6月下跌5.1%及23.9%。 显示市场有豪宅新盘推售。 一手豪宅市况持续活跃。 而7月价值2000万元以上的二手豪宅买卖合约登记录得257宗。 总值105.23亿元。 按月下跌0.4%及4%。 买卖与6月份相跃。 显示高价住宅受到买家追捧。 显示高价住宅受到买家追捧。